女王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Tracy小姐 淑文 這個呢 我們女人要好好愛護自己 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呢 就是我們要好好地挑選 我們的貼身衣褲 尤其啊 大家知道嗎 內褲也有 健康學耶 根據這個婦產科的 醫生有在警告喔 如果你選錯內褲的材質 恐怕會增加我們女性 陰部細菌感染的這些風險 那尤其呢 大家知道嗎 這個內褲它很容易把這個熱 體熱還有汗水 mix在一起之後 成為一個細菌的溫床 如果呢 你今天的材質 可能是蕾絲很多 或者是一種不透氣的材質 哇 這個風險可是會大大提升喔 來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好多的好朋友 要來跟我們好好地分享喔 他們怎麼針對這個私密機啊 我們創造它一個安全安心的一個舒適空間喔 馬上歡迎身邊的好朋友 首先歡迎的是我們的困擾媽媽 南寧 哈囉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還有我們的聰明媽媽 燕真媽媽 哈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跟我們的這個知品達人啦 謝正峰 謝大哥 哈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邀請的這兩位美女 聽說以前都有慘痛經驗 好 來來來 南寧 欸 這個是辣媽耶你 沒有沒有 你的慘痛經驗是啥 像年輕的時候 像我們女生嘛 就是會選擇小 那種比較不料比較少 女生嘛 愛漂亮一定要穿這種 那種釘製褲那種 釘製的 可是這些東西都是屬於那種 蕾絲的材質 或者是那種很粗糙的那種合成纖維 所以穿起來會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像這種內褲啊 就是沒辦法挺住 就這種屁屁的那種挺度 對 女生會很在意這個問題 對 可是呢 後面因為我工作壓力比較大 然後那時候這樣做起不正常 所以那時候就是復刻問題 就變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特地買了很多種 換掉了一般的那些清潔用品 就是想說 這個是針對私密處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改善就對了 對 然後後來就看醫生說 醫生說根本不是因為這個問題 而且是內褲選擇不當的問題 好 來 來 來 我們的這個什麼 針結 對不對 你的困擾是什麼 是這樣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工作很忙 然後那時候常常憋尿 然後就是說長期下來 就變成常常會感染 然後再加上年紀也越大了 那我就發現說分泌物也越來越多 然後生過小孩之後 又還有一點輕微漏尿 好 來 我們的資品達人 想必就是對這種保料 國方便比較專業 對 所以其實只能跟各位媽媽小姐說 真的很辛苦 那坊間其實市場上 有像這一種一體成型的褲子 你可以看到來 正面 側面 還有它的背面 它都沒有車縫線 那為什麼沒有車縫線呢 我們大概做一個比較 你可以看到它的側邊 這邊是沒有車的對不對 對 沒那個魂 像這種褲子 你可以看到來 它的側邊 有沒有 有耶 兩個側邊去做比較 真的耶 真的 對 像這種褲子 皮 皮比較柔的人有沒有 磨到那個是不是會痛 對 甚至有些小褲子 它裡面還有那個叫標籤 對不對 對 它連標籤 它的所有的級式標 成分標 它都直接繡在上面 直接coating在上面 它這種機台呢 我們剛剛為什麼講是一體成型 它就是用義大利的進口的千萬機台 它直接去把它整件 織出來之後呢 然後直接把它coating起來 把它塑造成一件內褲 三角的就是三角的 自己本身在機能紡織 已經研究了十幾年 所以呢 不僅從我媽媽 從老婆 然後現在小孩開始也青春期了 聽說 謝爸爸說 這種好的內褲 有時候穿起來就像我們的 第二層皮膚一樣很舒服 可是剛剛講到說 這個如果女生容易 濕濕答答的這些問題 所以想必那個吸濕 可以快乾這很重要 對 要怎麼看 在我們內褲這邊 我們直接把它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我直接把水帶下去 它就馬上 馬上吸進去 瞬間 有沒有 吸進去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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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它的吸濕的速度 那有沒有辦法快乾 這是麵紙對不對 我們直接用麵紙 去把它快速的 做到洗乾的部分 來 不到五秒鐘 三 二 一 各位 有沒有發現 整個內褲就乾掉了 這一件褲子 就是它神奇的地方 除了可以吸濕 可以快速幫你 做到排汗 對 那我們來做一個透氣的實驗 我現在手中這邊 由乾冰 你可以看到 霧氣開始出來 就模擬我們身上的熱氣 我們人的身體的一個水氣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先從它的腹部 腹部的部分 各位 馬上穿透 馬上就透 對不對 來 屁股的部分一樣 哇 前面後面都透 那濕密處的保養也很重要 對不對 我們來濕密試 褲底的部分也來試一下 來 各位 哇 整件都透氣 整件都非常的透氣 所以你在穿這件褲子的時候 它會非常的清爽 跟舒服 不悶不熱 對不對 不悶不熱 好重要 對 好 剛剛講到說 吸濕快乾是OK 都OK 然後呢 接下來還要掌握哪些原則呢 它掌握一個原則 其實現在很多內褲 都是從國外進口的 我們這一件內褲呢 它是台灣製造 對 台灣的紡織 對 台灣的紡織是 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 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件台灣製的 石墨型的內褲 跟外面這個坊間的這種內褲 我們來做一個展示的 一個褪色比較 我們一樣喔 我們回去都是會把它丟到 洗衣機裡面對不對 我們現在開始經由洗衣機 去做到一個左搓右螺 你可以看到 慢慢會褪色的褲子 沒有 那一定是那個 不良廠商做的 對 黑心內褲 對 其實它材質不好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子慢慢褪色 你浸泡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水 沒有 我們的 跟這邊你可以看到 左邊跟右邊 對 就是差這麼多 這件褲子我們可以看到 這件石墨型的褲子 它是整件都有 它整件都有 整件都有石墨型 對 它整件都有石墨型 所以它對整個的軟弓做到薄覆 跟它的軟弓的部分 還有保暖的部分 做到非常非常好的 我覺得對於子宮保健是很重要的 像我真的來的時候筋痛 會很不舒服 然後我都會用這種暖暖包 然後放在內褲裡面這樣暖子宮 對 而且還有就是懷孕的時候 那種綜藝都說 暖子宮非常的重要 對 所以就是我都會一直 那時候就是拚命每天買 都是去Costco買那種 大箱的那種暖暖包 就是為了要暖子宮 可是我覺得這件就很方便 對啊 你剛剛暖暖包 也只有抹抖這塊嘛 也不能24小時幫你照顧 可是如果你剛好 謝大哥你說 這樣整件都有是不是 有 大家知道嗎 其實我們的臀部也很多穴位 對不對 對 按摩都會去暗嫩 那所以如果你這樣前面後面 全部連底褲也有嗎 連褲底也有 它整件你看得到的部分它都有 那不過有人就會說 那暖公的話不是穿起來很燙的嗎 穿起來會熱嗎 其實呢我們這一個石墨烯的褲子 它是運用石墨烯 結合了所謂坊間的萬用紗 那我們大概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石墨烯的原膏 那它利用了七種不一樣的礦石元素 兩個去結合成這個石墨烯 加上萬用紗 把它直接織到了這件褲子裡面去 我們請謝大哥這樣子來講 你說等於是說這個紅色就是石墨烯的紗 對 石墨烯的紗 藍色就是萬用紗 給它mix在一起 對 石墨烯它本身就是 遠外線跟負離子 然後結合了這個七大礦石元素的 這些的功能 然後結合起來之後 它就屬於一個恆溫紗 讓你穿起來冬暖夏涼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哇 它是一個很聰明的褲子耶 可以冬暖夏涼 所以這樣其實對於我們很方便 所以來媽媽你聽了你覺得呢 我覺得真的太棒了 因為這種人穿上去後 其實有時候感覺好像沒有穿一樣 很透氣 然後又貼膚 所以真的很棒 對對對 講到親膚性 摸起來是蠻舒服的 那手感的感覺是很棒 而且大家都知道說 石墨烯現在在我們防織品的應用 非常的廣泛 大家要健康的人都會去用石墨烯 譬如說現在看一下包括哪裡啊 石墨烯在很久之前它就已經開始了 因為它本身其實是非常稀少的元素 正常它的運用是在以高科技跟軍事用品 所以我們坊間很難拿到這一個原料 那現在我們的廠商就開始 他們會把它運用在一些棉被 或者是一些枕頭 或是一些T恤 褲子 就會開始運用這個石墨烯的紗 把它運用在這個織物裡面了 所以真的其實應用很廣泛 是 如果我們再把它應用 來保護我們的這個私密機 真的是太完美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近段廣告 廣告回來還有更多 這個精采的分享喔 聽起來只要變化 羊肉一定要吃 料你看 它肉是粉紅色的 還會有耶 所以是Q嫩對不對 新鮮度夠 老人家或小朋友 咬得動的 是咬得動的 帶皮 帶骨 帶肉 是什麼 是熱排部分 好香喔 它的那個骨頭比較小 而且味道更好 藥山湯頭 它不是很重 重要味 重 重要味 唇齒流香以外 全身都暖和起來了 不用放米香 只要五分鐘熱水泡一下 可以 即開即食 要防止劑 不需要色素 不需要特別添加香料 安全或健康 蜜本它們叫防災美食 拉環拉開就可以開了 因為罐裝羊肉爐 就可以幫我們拌麵 拌飯 我們要挑對你的貼身闺蜜 你才不會有所謂的貼身危害啊 大家一定要仔細看一些 如果你的內褲穿到鬆破了才要換 小心你的內褲已經養了很多細菌 再來平均每一條內褲帶有0.08克的糞便 病菌超過1000個 一條內褲 寄生蟲超過50個 好 再來 如果三條穿過超過10個小時的內褲 同時把它丟到洗衣機 會帶來1000萬個大腸桿菌 所以有一些人內褲是累積累積一起洗 千萬不要 而且你就要用手洗 再來你看一下 即使你每天更換 連續穿12個小時的內褲 人會有沙門氏菌 大腸桿菌等7種細菌 好 來 登登 看一下 原來有這種回事 好可怕喔 好 來 謝大哥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有介紹 它是整件都有石墨烯 而且它是一個3D立體的包覆 所以從正面一直到反面側面 它都沒有車縫線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它就不會勒 那它都有它不同的功能 在它的腰頭這邊有沒有 無勒合感 因為它是做到寬板的 而且它是舒服的 清晰的 你把它扭一下 彈性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來 我還可以拉 對不對 彈性非常好 然後就不會造成你 晚上回去要換褲子的時候 會有扭痕 對 然後在那邊你可以看到來 柔軟四邊的設計 提升耐穿度與舒適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件的布 非常的細密 連那個褲的邊邊對不對 對 它的機台在車的時候 它是非常非常細膩的在吃 所以它代表它用的原料非常的多 所以它才有那種 那個細膩感跟舒適感出來 那不只只有前面 來 我們帶到後面的部分 各位 有沒有 獨立的雙臀區塊的包覆 你可以看到左邊的屁股 右邊的屁股 很多媽媽他們屁股比較大的時候 會下垂 那下垂的時候呢 如果你沒有做到提臀 它會一直在往下吹 那這個褲子 它可以幫你做到包覆 整個兩片屁股直接幫你包起來 而且可以看到黑色這邊 有沒有 它就是所謂的幫你做到釋壓區 幫你直接把臀部往上拉提 這邊的後腰肉幫你做到撫平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腰圍壓 直線機能接合身形 所以讓你慢慢恢復到 少年時代的窈窕曲線 因為我有在練瑜伽 所以我們那個瑜伽褲 都是非常貼我們的肌膚的 所以如果你那個內褲痕跡太明顯 穿到你就覺得很醜 很尷尬 對 然後就有聽學員的建議 還有介紹我 就是我買這種無痕的那種 全臀半臀的那種丁字褲跟內褲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內褲全部卡在妹妹跟屁股溝裡面 就會有一個駱駝風 你們知道駱駝風嗎 哇 那太尷尬了吧 而且就是我們女生那個MC都會來 然後這種內褲完全沒辦法 支撐衛生棉 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的整個屁股後面都是紅色 很尷尬耶 超尷尬的 所以這樣也可以代替我們的 生理褲來穿 對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有帶到 它是一體成型的設計 對不對 所以呢 它也是我們所謂俗稱的 記憶部 它從22腰到42腰 最高到45腰它都沒問題 大哥可以穿嗎 我的腰我也可以穿 真的嗎 43腰我都可以穿 但是我今天當然沒有穿 那我們用一個韻律球來試一下 好 這個嗎 來 用這個 你可以看到 它是這麼小 哇 這個100公斤 我找一個身材比我好的模特兒 這是同一件對不對 對 身材比我好的腰比我大的模特兒 哇 這個也沒問題耶 對 這個至少50腰以上 但是各位你可以看到 它們兩個球裡面的褲子 都是一樣長的 都是福利尺寸的 所以它這個彈性做到這麼好 但是它還可以穿得住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聽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最棒的是一個就是說 既然有台灣的紡織技術 讓一條內褲 可以讓媽媽也可以穿 阿嬤也可以穿 甚至 剛說女孩子 小女生在法育型的都可以穿 哇 好 那個曾姐你呢 我現在有穿在身上 你也有穿在身上 好聰明 因為以前有那些慘痛的經驗之後 我就發現 這隻真的很好穿 穿上去親膚 然後又很透氣 所以我現在就不會有那種 濕答答的感覺 真的很棒 是 好 所以這個呢 婉若我們第二層皮膚幫你hold住 而且它完全是那一種叫做 符合人體工學的概念在設計 很棒 不過呢 聽說你說這樣的一個叫 石墨烯的什麼複合紗是不是 這種材質 現在除了在我們的貼身的內褲上面 現在連腰部也可以照顧到 對 它已經開始慢慢 我們剛剛有講到 從棉被 T恤 襪子都有 運用到石墨烯 我們可以看到來 短弓 下半身幫你顧到 很多人就會覺得腰也是要顧到 對不對 所以它也把它運用到 它所謂的護腰 對 這件護腰你可以看到 而且它是不一樣的織法 有沒有 來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樣子 有 有 有 它有紋路 從你的肚子 從你的側腰 你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部分它是 有做到所謂的 內層的立體按摩指法 裡面我們把它反過來 你可以看到 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 它是整個立體的波浪按摩 那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嗎 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它一樣它是一體成型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側邊一樣都沒有 所謂的持縫線 有沒有 這樣子去轉了一圈 它都沒有持縫線 它也是一樣可以幫我們做到記憶 所以媽媽身上有穿 男生身上有穿 你們都有穿嗎 你們都有穿喔 而且我覺得穿起來很舒服 而且我覺得穿起來還滿挺的 你看到這邊 而且我這樣穿 穿成這樣 你看他們身高好身個尺寸 對 全部都同一個 小朋友的代表 小朋友的代表 因為我覺得這樣穿起來也很時尚 也可以當小可愛是嗎 對 我覺得還滿舒服 好 所以我看一下媽媽有穿 有有 你也穿在裡面 爸爸 你有穿 我有穿 你穿是為什麼 其實我們自己在外面有做生意 難免晚上要應酬 應酬的時候可能會喝啤酒 大肚童就會越來越大 本身自己啤酒肚 自己也要稍微雕塑一下 對不對 形象走在專業前面 所以出門的時候還是要有形象 那除此之外 它就是可以幫我裡面的按摩 我在走路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我做到所謂的按摩 所以這樣整項都有那個石墨烯 對 它不僅有石墨烯 它還運用到的所謂的七大元素 我們看到這邊的原料 這個就是所謂石墨烯的原膏 這個原膏結合了七種的 不同的礦石元素 然後會把它做成 石墨烯的砂 跟所謂的萬用的複合砂 所以兩個結合起來 就變成所謂的石墨烯的複合砂 對 那有沒有能量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我這邊手上有一個燈泡 這個燈泡如果接觸它 它有能量的話 它就會自然就會亮 怎麼可能 因為它沒有接線 我們看一下它完全沒接線 對不對 空的 來 直接接觸下去 各位 直接接觸下去 它馬上就亮了 滿滿能量 對 滿滿的能量 代表它這個能量 它會運用在我們的內褲 運用在我們的護腰裡面 所以像我們身上所穿的 這些的護腰 它在接觸身體的肌膚的時候 它就有能量在產生 那我們快點問一下 那個甄姊 甄姊 等一下 你說穿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對 我現在一直有穿著 因為我以前都會腰痠背痛 然後有時候還有點駝背 然後睡覺的時候都睡不好 現在穿了這一件之後 不但是舒服多了 而且又顯瘦 尤其這個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甄姊的那個 before after 就是讓你穿得住 來看一下 有差 你肚子還挺有肉的 所以這樣子幫你 hold住的時候 你說讓你循環的感覺更好 然後同時又有修身 對 讓你穿得住很重要 對 穿得住 真的 那件差很多 但是穿得住這件事 還不是 還是說是一年四季 都給你穿得住的原因 你剛剛講到說 是因為有石墨烯 又加上 它的礦石的慣用砂 所產為的所謂的 石墨烯的複合砂 所以呢 它還不只有圓滑線負離子 它還本身有Q-MAX Q-MAX就涼感 就是所謂的涼感的測試 對 那在政府機關呢 它所謂的Q-MAX 有達到0.14的時候 它就代表有涼感 那剛剛我們手上的這一個報告 它是超過了0.14 哇 對 而且這一件呢 不僅是女孩子可以穿 或者是媽媽可以穿 連男生都可以穿 因為它的彈性度非常好 對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小小的垃圾測試好了 來 這麼小一件對不對 為什麼我說我可以穿 我們找一個會調皮的 來 我們看一下彈性是不是 來 我們看一下彈性 來 一人放一隻手 來 爸爸你往上來 哇 真的是 經過了50腰了吧 對不對 有沒有 完全幫你做到包覆 它真的很容易 有 我們剛才那個旁邊的Model 也是嘛 那是24腰的 24腰 38腰 43腰 都可以 都放下去就對了 對 連爸爸媽媽都可以 所以像這個在你們家的時候呢 這是誰在穿 這是我媽媽 對 媽媽洗碗穿 好 這個呢 這是我老婆的姊姊 對 然後她就在擦落地床的時候 她也可以穿 對 包括你在洗廁所 她都可以幫你保護你的腰部 穿起來這種舒服感 對 包括連我女兒都可以穿 對 我女兒現在小六 對 小六她都可以穿 這個正青春期嘛 穿在腰部幫你保護腰部 穿著內褲幫你做到軟空 而且現在要開始慢慢入冬了 晚上小孩子如果會踢被子 就讓她穿這一件 她的透氣性跟我們的褲子 也是一樣嘛 這麼透氣嘛 穿得住 一樣我們用到乾冰 然後我們加點水 代表我們身上的這些熱氣 來 一樣這件把它放下去 你穿得住好不好 看這個 哇 沒有 正面 然後呢 來 我們放到背面一樣 有沒有 直接 它的透氣性 為什麼它的透氣性會更好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不一樣的 千千百百的孔洞 幫你做到你的熱氣的透膚 對 除了Q-max會讓你涼感之外 它整個的這一個裡面的這個孔洞 它會讓你的熱氣透出去 對 所以一年四季它就幫你做到 所謂的恆溫的效果 那像這種智能的材質啊 還有 我們要洗濟的時候要洗 有什麼特別要照顧的嗎 如果一般來講 我們建議你就是用手洗 或者是可能沒時間 你就洗衣袋 把它裝著 然後丟到洗衣機 就它的清洗方式 就跟你一般在洗內褲 內衣的意思是一樣 而且呢 它的石墨溪複合紗 是直接融到紗裡面 所以它是永久有效 不會洗一洗 那個石墨溪就掉了 不會啦 對 它不會你洗一洗 大概十次 二十次 它就沒有效果 不會 它已經把它織到紗裡面 所以你在穿這一件褲子 這一件護衣的時候 它是永久有效 好 所以今天 也給大家一個正確觀念 當然石墨溪它可以直接輕鬆洗滴 不過我們內褲也是用手洗得好 護衣我們就使用洗衣機丟下去 隨便洗也沒關係 洗衣袋放著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分享真的太重要 也太精采了 我們今天謝謝所有來賓的分享 那麼觀眾朋友也歡迎上我們的 女王當家的FB粉絲團 我們還有很多非常精采的好康資訊 台灣人竟然有9層 暫時纖維不夠 每天至少20到35公克 符合身體所需要的 暫時纖維的量 要吃這麼多 蘸球蔬果汁裡面已經有 39種蔬菜水果 有六大營養素裡面 五大營養素都包半了 這樣補充一天最基本的膳食纖維 豬菜水果 五類堅果 直接蔥直接泡 很簡單 香香甜甜的味道 完全沒有什麼菜味 你要吃得少 你就飯前吃 為什麼 飯前吃 飯後吃 會把你的油吸附之後 然後排得很乾淨排出去 精鬆補足 膳食纖維 一起來當個窈窕的高鮮美人喔 女王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Tracy小姐 淑文 我們的小腳 雙腳就像一間房子的地基 地基如果穩固 我們就可以輕鬆走跳趴趴走 然後滿滿的健康活力就會來 可是常常很多時候 我們的腳常常在跟我們抗議 或者是有些小病小痛 給你SOS 千萬不要輕忽喔 因為這個真的是跟我們的身體健康 有直接循環的影響 包括大家自己來檢視看一看 你有哪些足困擾的問題喔 譬如說 你發現你的鞋底 常常是有這個磨損歪一邊 好 自己檢查一下 再來有一些朋友已經是 起床踩到地 或者跑步逛街 腳會痛 那還有人發現說 怎麼我這一陣子 越來越不耐久站久走 或者他的這個痛 是從腳底板的僵硬感 然後疼痛感都出現了 那有時候甚至他會覺得走路 怎麼有一種叫做 採棉花的感覺 他叫做頭重腳輕的感覺 自己體驗一下 那甚至更多朋友出現 什麼肩頸容易頂固固 還有甚至像這個 有些小朋友他就是覺得說 走路那也很容易半腳跌倒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邀請到來賓好朋友 跟大家分享 他們怎麼漫步在雲端 輕鬆走跳的秘訣 首先我們先來歡迎的是 我們的網紅健行聲 余寶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余寶 喜歡到處上山下海 首先必須要擁有好腿力 所以今天來跟達人 拜師學藝一下囉 好 再來這個也是 用腳 用很兇 我們的吳瑞中吳老師 觀眾大家好 主持人好 以及呢這個 我們的林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跟我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生活達人林大哥 首先呢 你也是愛趴趴走一族 對不對 對 對 剛才我們說的 那幾天你中了幾招 我種了兩個 兩個喔 所以是什麼 因為就是很高穿的 沒有過病 磨蠢很嚴重 站不遠 走不遠 站不久 好 來 那吳老師呢 我除了最後一項沒有之外 後面前面都有 其實不用擔心 不用怎麼說 全臺灣竟然有九成以上的人 九成以上的人 其實呢 不太都有這個多多少少的問題喔 可是很重要的是人說 人老腿先摔啦 所以呢 你如果不好好的照顧他 有可能像包括呢 常見像是靜脈曲張啦 竹底筋膜炎啦 竹根疼痛喔 這些的狀況 都很有可能呢 會上升 那尤其醫生也來提醒了 這個竹部的年齡啊 不是他看你身分證喔 是看你的腳健不健康啊 這個部分呢 不好好顧 可能會造成像腳踝啦 膝蓋啦 甚至肩頸全身 剛剛講 腿褲褲的問題就上升了 我們的腳 我們的腳一般都是有足弓的 如果是扁平足的話呢 就很容易足底筋膜炎 所以桌上那個 我們看一下 扁正常弓是哪一個 正常弓是這個 一般 你如果高足弓 中間空空的地方很高 你看那個足弓就很高 所以這樣就很容易腳痠喔 站不穩 跌倒 所以如果你是正常弓的人 就是可能最好的腳的症 但是你不要想說 我年輕的時候叫正常弓 我老了以後 我也OK 不一樣喔 那高足弓就剛剛講 你看一下 他的這個地方 受力面積缺了一塊 所以他很容易怎麼樣 不穩 就跟椅子減一支 有嗎 這是空的 好 再來低足弓是怎麼樣 整個趴在地上 我們看一下哪 等一下也看一下低足弓 這個也是屬於容易跌倒的角形 對不對 它會變內巴 還有扁平足 所以認識了一下我們自己的腳之後 剛才林大哥說 那一般來說有很多朋友都會想說 我就去找一個東西 沒運我就把它 怎麼樣 把它放在下面 它墊起來是嗎 很多都是去做這個 來我們看一下有哪一些 有花好幾萬的 有花好幾千塊的 你看 這是平坡坡 所以一般的話 你放在腳底 它會不舒服 你像現在市民上有一種的竹子 它這個叫 矽膠 第一它就是像小朋友在吃的奶嘴 食品級的矽膠 再來有一點就是 它的吸震檢壓的功能 很好的 我們的腳要有力 腳要有力 會知道 就有這個叫做 黃金三角 林大哥這是什麼 它這個就是要有 橫弓 還有內弓 還有外弓 所以說 就像我們的椅子 要三個腳 三個點都要把它頂得穩穩 所以你會感覺說 我們如果靈感有機會穿著這箱 好的這個氣墊 你會感覺你每一個點都打的 有支撐 就跟我們聖機 為什麼要三隻腳一樣 有墊沒墊 獨立筒是什麼意思 獨立筒它這個就是中空 所以它會踩下去 它會呼吸 因為你打下去之後 你往前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要站住 對 你會上下的話 它就會好像會呼吸 所以一樣一個 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好的鞋墊 你每一個步伐踩下去 它幫我們做到什麼 什麼樣的功能 每一個點都可以支撐 有支撐 然後它可以吸震減壓 而且還釋放壓力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這個是我們的實求 就是像我們的重量 我們每天走路一定會上下 上下 對 對 我們就是這樣上下 上下 有沒有 它就是會 破掉了 等一下林大哥 你墊幾層 你看看 兩層 兩層 磁磚又破掉了 對 等於沒有保護力 它就是沒有辦法吸震 牛皮墊的話 你放三雙的話 有效嗎 它也是沒有辦法吸震 也破掉了 所以一定要有那種 吸震減壓的效果 對 所以說買到一個好的墊子 比你買什麼名牌還好 好有彈力 再一次 再一次 我再一次 我再看 等一下一鏡到底 你不相信 每次撞到12點 它一樣 所以它會很危險 這個叫做吸震減壓 所以說 我們如果有一層好的墊子 我們就不一定要買 什麼很貴的鞋子 所以說 我們家裡 像包鞋 皮鞋 休閒鞋 你都給它放上去 就OK了 我們馬上 還有一個雞蛋實驗嗎 所以說 這個 等於 你把你的腳動 就是這顆雞 它可以吸震 好像乒乓球 等一下 吳老師你給它檢驗 那顆是真的嗎 要檢驗一下 生了嗎 那如果你把我們的氣墊 拿起來 我告訴你 它這個就是皮血 馬上直接同一顆蛋 同一顆蛋 同一顆蛋 來 來 這樣吳老師先 不要說我 來 來 有沒有 看這邊 來 遞過去 試看 看一下 會不會 破掉了 我聽到聲音了 有墊沒墊差很多 吳老師跟林大哥 馬上要做一個平衡測試 來 現在是沒有墊 我們看一下平衡力如何 拿到這個桿子 那那個往下壓 有沒有 它就會占不 現在沒有墊 我再一次 真的有墊 來 很多人的不信血 吳老師你站起來比較差 然後我們再往下壓 真的是不穩 然後 馬上吳老師再把氣墊蓋 給它放上去 吳老師把濾光墊墊上去了 我們再來測試一次 準備囉 準備囉 你會覺得它出一倍 兩倍 三倍 太誇張 你把它壓斷了 吳老師還是不動如山 而且它會有吸震減壓的功能 好 真的是一個好的足弓墊 可以讓我們墊出行動力 跟保護力 休息一下近段廣告 廣告回來還要教大家 怎麼瞬間讓每一雙鞋 升等成氣墊鞋 如果那是我們的腳 有墊沒墊差很多 剪出適合自己的尺寸 它可以吸震減壓 好像乒乓球 而且它是獨立桶的設計 它會讓我們透氣 哇 好透氣喔 獨立桶就是上面秘密麻麻 一個一個一個 這個一百多顆的獨立桶 對 它是獨立桶 而且它又叫做 矽膠材質 像小朋友在吃的奶水 這個布面是 竹炭纖維啊 這邊是氣墊 對 然後另外一面這個叫做按摩 按摩 穩定實驗 然後我們再往下壓 真的是沒穩喔 氣墊給它放上去 再來測試一次 煮一倍 兩倍 三倍 其實清水它就可以清潔 自己穿自己洗 再拿一個菜瓜布放進去 鞋子包括球鞋 皮鞋 全部升級成一個什麼知道嗎 氣墊鞋 對 我們今天真的是叫做解惑了 真的鞋要墊 我們的腳很有力 而且呢 有電沒電差很多 選對鞋墊 可以解決一半腳痛的問題 根據這個專業的 美國竹 懷骨科 他們的醫學研究報告指出 我們的腳痛啊 男生比女生高九倍 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 穿著鞋子 那除了這個腳 鞋子沒有挑好之外 還有一個部分的狀況 是因為選錯了鞋墊 會造成錯誤的 逐步與地面著力點引發疼痛 所以這個有電沒電 好重要 好 那是 余寶特別有感覺 為什麼有電沒電差很多 沒錯 尤其我剛剛就是那個穿錯鞋子的一組 因為其實我自己個人本身 除了上山下海之外 其實我自己有在跳舞 跳舞的時候特別明顯 因為我買了這麼一堆 很好看的鞋 但是不耐穿 比如說這雙就是鞋底比較硬 所以當鞋底太硬的時候 你跳舞跳久了 其實你的腳底板會延伸到 整個小腿會非常的痠痛 重點是 那如果 好 我腳底這個底太硬 想說那個太硬 對 我就換了一個軟一點 但是發現它包覆力好 但是支撐力不夠 支撐力不夠就會造成 腳跳舞的時候 好 所以太軟太硬 這邊有一個現身說法 受害者嗎 也可以空中劈腿 下腰 真的是有在運動 不過來了 太軟太硬都不行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不小心跳一跳 有沒有 腳就這樣翻了 想說硬的不行 穿了個軟的 穿軟的然後就翻 這叫翻腳踏 對 沒錯 所以那時候修養 就修養了一個多月 有時候像這些鞋子 漂亮又貴 然後你這樣子不合穿 你會想說 就給它放在那邊 遠遠不穿 甚至有些人就給它丟掉了 林大哥怎麼辦 其實 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墊子 因為有一個好的墊子後 它什麼鞋子都可以變氣墊起來 好 來 我們馬上看一下 真的是不是有墊沒墊會差很多 所以現在是沒有墊的狀況 來 我們先背重物 來 要加背重物 你看在爬山運動的時候 就是剛剛吳老師裝了一大堆水的 這樣大概多重啊 那個包包 大概15公斤有了 看一下前面 往下壓的話 它又一下子好像 有沒有 站不住 宇寶你現在是怎麼樣 腳的失利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 這樣補助 沒辦法抓到地板 腳沒有辦法抓到地板 對 沒辦法抓到地板 好 輕輕的 不用很處理 你要反 它一定會身體 會跟著往前跑 這個意思代表說 我們如果腳支撐力不夠 你很容易前面後面 你都可能跌倒 對 就是不穩 那如果你還背重 我會倒閃起來 對 所以現在有墊會有差嗎 來 我們現在 馬上來看 馬上來 來 給它 這個回去很簡單 就是你把原本舊的鞋墊 拿起來有沒有 它這邊有虛線 有沒有看到 虛線 你如果看不見 就是用舊的鞋墊 後腳跟對角整齊 哦 哦 前面就會有多出來的 嗯 然後就用剪刀 直接剪了 嗯 剪了 這樣很快 這等於我們家裡 有剪刀就可以剪 然後呢 舊的鞋墊 記住 不要放進去 這個就丟掉 放新的就好 嗯 這樣 給它放上去 現在就是有墊 把這個呢 剛剛講說是有 這個加竹炭跟遠紅外線 然後又有竹弓設計的一個 氣墊竹弓鞋 然後馬上變升級版了 欸 感覺比較軟 而且它比較有支撐力 對 太拆了 而且你那個竹弓的地方會有撐到 彈性比較好 對 好哦 試試看 好 來 我們現在在出 來來來來 在前面 抓住 好 抓好了 我們現在要多一倍的力氣 一 二 三 哇 你看 天啊 不動如山 那是我的力氣嗎 不是啦 那個是因為你腳的支撐力 然後它平衡嘛 所以說它支撐力就會跑出來 它趴走的心機很安全 比較不用先勤的感覺 家裡如果有老人家 對 沒有錯 這個更是不能跌倒 對 因為老人家有什麼走路的不知 要抓乖 那就是因為它站不穩 除了一個好的支撐之外 我們的鞋墊 你說那個什麼 還可以讓我們有好循環 它就是裡面有加這個東西 你說它鞋墊的材質啊 對 它就是有加負離子 跟圓紅外線 對 它是一種石頭 利用那個矽膠給它包覆在裡面 我們可以用這個測試以後 來做一個實驗 有沒有 你給它放在上面 好 所以這樣子會測了什麼 我們要測它這個是圓紅外線 與負離子的測試 來563 對 所以這樣代表就是說 它真的是我們在行走每一步 我們也讓這個腳 就好像帶了一個磁力圈的概念 對 放在腳底 我們的腳也順暢比較好 對 沒問題 好 不過很重要 很多朋友都會很擔心的 就是腳的環境 不要有異味 來我們看一下 其實腳 臭腳壓是有原因的 因為很多時候腳會流汗 那長時間我們就密閉在鞋襪裡面 那這個腳就會成為細菌的溫床 就是有一個好處 它表面上是那個 氣孔 矽膠材質 那黑色那塊是什麼 這是竹炭 這是一般竹炭經過高溫 1200多度 因為我聽過人家竹炭蛙 就是防止那個有異味 對對對 它會稀濕排汗 這上面還有洞洞 對 還有空 這樣比較透氣 它會透氣 它會透氣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你像我們這個裡面 乾冰 加水下去 冒煙 所以這個竹 我們的竹炭纖維的布面 然後還有剛剛有那個洞洞的 洞洞孔的設計 它透氣性很好 現在這樣有看到煙有透過來嗎 有吧 哇 好透氣喔 我現在在冒煙 剛剛就不怕臭腳鴨了 臭腳鴨問男生就對了 男生怕什麼體臭跟腳臭 我自己真是個愛用者 這是我常穿的鞋子 看一下 有穿沒穿差很多 這是我現在靠後面 我就把原本鞋墊拿掉 換這個 那你看以前沒有換的鞋子 跟現在換鞋子差很多 這是磨平的 有墊之後 對 跟沒墊的時候 腳跟磨損度不一樣是不是 對 磨損度不一樣 你看 這同鞋買東西穿的 所以有墊沒墊會改變你 你怎麼知道嗎 知識跟習慣 然後呢 這個這麼好的鞋墊 當然不能夠 只用這鞋子 對 但是也要常洗 你看這是我穿過的 一樣 自己穿自己洗 它很簡單 再拿一個菜瓜布 你看洗洗之後 竹炭纖維布本身 它就是比較好的 這個 它可以重複使用 對 然後又可以水洗 然後呢 很簡單 再把它擦一下之後 大概風乾個 大概幾分鐘 用那個洗衣夾夾起來就好 對 你看一下 它把張忠修洗掉了 那一樣 很方便耶 這是我以前的鞋子對不對 我把它變成 一樣複製過來 把舊的鞋墊拿起來 一樣放進去 所以說我所有鞋子 包括球鞋 包括我的皮鞋 全部升級成一個什麼 你知道嗎 氣墊鞋 好棒 來 林大哥 你側面的那個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你想喔 我們這種氣墊 有個好處就是 你回去 什麼鞋子穿起來 你看 這個足弓的支撐 真的耶 你側面看比較明顯 對 你側面 看足弓而已 你側面看的話 你各位看得出來 這個足弓 所以我們一般的話 你穿上去的話 你的腳 這個足弓都會 他就隨著你腳的足弓 變成一個保護的形狀 所以你每一個點都可以踩得到 所以你的受力面積就會增加 而且我發現 他這樣 那個Q彈度 而且他又薄薄了 我們要多大 就用自己的腳型 差不多用鞋墊來扭 對不對 對 沒錯 我發現說這個會有大小腳 這是男生女生不一樣 對 女生的話 他可以從20公分 20.5到25.5 20.5到25.5 男生的話 男生是25.5到30 最重要的就是 他剛才說 雙面可以穿 大家有沒有學起來 因為這一面 等於是有這個 獨立筒 對不對 按摩功能 凸出來的地方 就是幹什麼 讓我們可以 付箱 付箱有按摩 對不對 另外反過來穿是怎樣 氣墊的功能 就有支撐 來 我們看一下 大家一起來墊出好腳力 包括像是 來 高足弓扁平足 或者是大口的朋友 體重比較重 一定要好好保護雙腳 長時間久站久走 或者常常業務 要用腳的貴姊要站 服務人員 或像我們攝影大哥 都要久站的 還有呢 我們像是有運動 跑步可以穿對不對 對 沒錯 鞋子就有可笑 登山見走也要用 像是呢 如果你的鞋子過硬 或高跟鞋平一點的 炫頭大一點的 也可以放 就不用把鞋子丟掉了 這樣就可以升等了 鞋子就升等了 還有像是怎麼樣 這個我需要 年紀慢慢漸長了 腳要保護 讓每一雙鞋 瞬間升等成氣墊鞋 墊出好腳力 讓每一雙鞋 瞬間變氣墊鞋 好讚 謝謝來賓的分享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如果觀眾朋友 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歡迎上我們的女王當家 FB粉絲團來做進一步的瞭解唷 把上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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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起來就可以了 好方便喔 用擦的就可以對抗油污 不要是油都可以擦得起 除油布 因為它有密封蓋的原理 它這樣子的話 你放在陰涼處 不要曬太陽 一兩年都不會乾淨 這個隨身包 一小渣 一個廚房 這個司機械 人家就手 就這麼簡單 欸 對喔 直接就把油漆擦起來了 這麼簡單 很輕鬆欸 不用刷嗎 不需要 不用清潔鏡 不用不用 有擦過跟沒擦過的地方有差多少 真的 這個有擦過的 這個沒有擦過的 像這個炮爐這麼乾對不對 這個有擦過 這個沒有擦過的 不用貝利 你的繞蓮那時候怎麼辦 清潔溜溜欸 大家看一下 欸 哎唷 超乾淨的 那時候有這麼乾淨 完全沒有油 油膩膩都到抹布去了 對到抹布來 懶人抹布 除油 一雞放 另外 atra 邊 об recorder 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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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